PS港幅2月份的23档会员游戏今天可以下载了 一共14款游戏 第一款极品飞车22 发布于2022年12月2号 我当时买的是豪华版 结果现在你们猜怎么着 史迪85标准版 一年就打骨折 不仅打骨折 现在还免费送 这款游戏有点难度 不适合新手同学 但是这款游戏它也是PS平台 为数不多的刺激激烈驾驶的赛车游戏 喜欢玩赛车游戏的同学可以试一下 我之前出过一个视频 吐槽过这款游戏 明天我会再发个视频教程 主要面向新手小白同学如何玩好这款游戏 算是一个入门教程 第二款游戏 刺客信条英零电 我记得这款游戏进过二档库 后来没多久就出库了 现在属于二进攻 刺客信条我玩过那么多 没有一个玩的进去 我玩不进去 不等于你们也玩不进去 有二档会员的同学可以尝试一下这款游戏 毕竟也是大作 第三款 Roguebook 这个Rogue-like游戏 这个Rogue是流氓的意思 ROGUE 游戏画面是这样的 第四款魔戒战技 画面是这样的 第五款是个乐高 侏罗纪公园 2015年发布是个老游戏了 PS4版 第六款还是个乐高 2017年发布 乐高世界 第七款又是一个肉鸽游戏 就是流氓游戏 不仅流氓 还有一个地主 霸主 游戏画面是这样的 第八款破小传说 这个也算是个大作了 只要是叫什么传说的 一般都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游戏 一般都是RPG的 消兴传奇重制版 也是南梦空的 也是个传说类的游戏 这是个PS4版 画面是这样的 第八款又是一个传说 这几款游戏都有中文版 还剩四款 天外世界太空人之选 游戏画面是这样的 这还有一个传说 交响传奇 这是三打会员的游戏 还是南梦空的 南梦空看来是 退出了一个黄牌空战 还有铁拳 加了一堆辛劳游戏 这也是三打会员的 只有英语 是一个捷克摩托 画面是这样的 最后一款 不知道叫什么的游戏 没有中文 画面是这样的 看完了入库游戏 我们再看一下出库游戏 这六款游戏出库 幽灵县东京出库 出库时间应该是 下个月的20号左右 还有这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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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 试写代码 最后还有一个这个 如果这六款游戏 你想玩还没玩的话 建议赶紧玩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至少说体验一下 不吃亏 特别是这个幽灵县东京 来の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